我们接获到自来水公司 他预告我们将在17日的时候 将会在中正区 还有信义区一带来进行停水的一个作业 大约呢会影响将近两万户的一个民众 那呢主要呢 他的之所以要停水哦 就是因为他要办理这个供疗进水厂的 这个态换管线的一个工程 所以说呢 他会在我们下周10月17号的上午9点 一直呢持续到我们10月18号的上午8点 维持呢是23小时的一个停水 市府说明这次中正区跟信义区的停水 影响户数约有两万户 另外部分地区是降压供水 降压户数约有5000多户 提醒市民朋友及早储水备用 而供疗进水厂这项管线 态换工程完工后 将能更稳定的支援基隆地区供水 主要的一个大管线 直径大概有一公尺左右 所以是非常大的一个主要管线 那主要是把供疗进水厂那边的水 送到基隆来 主要是信义跟重镇区的一个 一个地区的一个供水 那如果 如果那个平场啊 平场那个 就是供疗进水厂这边的水 如果有 有多余的水的话 我们就可以让他 把这个水送到 这个基隆的新山水库这边来储存 如果我们旱季的时候 那个供疗那边的水不够的时候 就可以由这个新山集水厂这边的水 来供到我们的新域跟中镇区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